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餐澎湃喝一波酒 想要体验道地居酒屋的朋友们 记得看到最后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参加同样的行程呢 那个报名的连结在下面的文字栏 国际通的路口在这里 我们集合的地方是在对面 今天的一日游 大大小小总共会停靠五个景点 第一站我们来到冲绳中部的明湖市 参观一个小小但是很欢乐的明湖凤梨园 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站 这个叫什么快乐凤梨园 或者是明湖凤梨园的地方 小小的很可爱 所以呢我的第一站就坐上了这个电动车 虽然我有驾驶团但是是不能用的 然后这个就跟着隧道 然后听着这个非常洗脑的音乐 我就要开始了 来来来看这个就是凤梨吧 黄梨 诶你看小小一棵在这里 一边在走它会一边跟你解释 反正这些植物啊 还有凤梨啊的一些特性 我觉得是蛮用心的 如果你带小朋友来 应该会更好玩 大概五到十分钟吧 这个车程 呵呵我要下车了 下了车之后呢 我看到还有一些造景 我们可以顺着路参观一下 好像有恐龙哦 恐龙来了 最后再搭配一个纪念品牌店 完美结束这个回合 再次强调这个地方是可爱 用心的 在冲绳的中部有一座外岛 叫做古语利岛 而它最为人知的景点就是那条总长两公里 连接着小岛与本岛之间的跨海 大桥 刚好古语利岛也在美丽海水族馆的附近 所以我们势必要去体验这座桥的魅力 根据一终的牛油 真是张的 Doing our area 最后我们终于海水族馆的水族馆 最后点讲到 quase水族馆 这里在海水族馆 第1号海水族馆 你能评认一下 正在海水族馆 等等 刚刚我们穿过的那个就是长两公里的古语丽岛桥 我们一上桥的时候 导游就跳起来说你看左边有海龟 不要说我的相机有没有拍到 连我自己都没有看到 但是应该是有 然后我可以相信如果是好天气的时候 一定非常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你看到我们今天在巴士上 我们没有办法摇下车窗 如果你是骑重机或者是开车摇下车窗 应该是超级不低爽的啦 那我们过来这里休息半个小时 后面稍微逛一下之后呢 等一下又要往回走了 所以你不要担心你是坐左边还是右边 因为你两边的景色都会看得到 今天的天气有一点点硬 但是这个看起来还是很有潜力的吧 还是不错的吧 趁大家都在海滩玩我偷偷跑上来 我没有违规哦这是可以上来的 我带你去大桥上面看看 这边呢还有一些简单也不简单 你看这么大间的卖店 可以进去买一些纪念品吧 刚刚我们停靠的这两个景点 其实都是在前往水族馆的必经之路 那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现在大约中午12点半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大总点 美丽海水族馆 哦这是一个就在大海旁边的水族馆 这个有美哦 太阳出来了 我们参观这里呢要有策略的 因为一点会有一个海豚的表演 然后现在是12点五十六分 花族快点 太阳出来了 好 equitable 这是最后的 从刚刚的剧场那边走过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参观水族馆了 你看这水族馆的建筑还是相当的雄伟的 很大 其实参观水族馆室内的标准行程 也就那样 不外乎看看鱼群 看看龙虾 看看水母 看看Nemo 但是如果你好奇水族馆的玻璃柜 为什么永远那么干净 其实是因为有人很辛苦在维护的 但冲绳美丽海水族馆最厉害的 也是我这次来的大重点 就是看看那个亚洲最大的水族箱 还有里面那一只明星大金沙 前面这边这么多人聚集 我还没有偷看 其实很久以前就想要来看看这只金沙 几年前来冲绳骑脚车环岛 只有机会用到它的筷子拖 今天终于有机会跟它面对面对看了 我一路都没有偷看哦 但是每一个人都一抬头都是 哇哇哇哇哇哇 我猜应该就是那个大水族缸啊 我来看一下 我跟你说那只金沙不是一直都在的哦 即便这个缸这么大它还是会消失 所以我让它出现出现出现了 它真的非常非常巨大 我是说这个杠 然后而且它有一点点弧度 所以它就有点像 在你整个眼前都是鱼钢这样 有点不真实的 我现在来到平地的就是一楼 刚才是在三楼看的 在这里看更加巨大 这个真的要自己来看过才能知道 就在这个大水缸旁边有一间餐厅 你可以依着这个水缸坐 然后一边吃饭一边看金沙床一旁可以游过 但是这个应该很抢手现在已经卖完了 刚刚那个可以看着鱼吃饭的餐厅真的是不错啦 但是我是预约不到 所以你知道我是野餐派的嘛我就走了出来 刚好我们现在水族馆我就不吃鱼肉啦 我就买了一个鸡肉burger 我要看着大海然后吃饭 如果你还想要有另外一个视角的用餐体验 可以来到他们位在四楼的自助餐餐厅 这里的卖点就是可以用高角度 透过落地窗看着大海吃午餐 我来到门口有被这个海龟馆惊讶 这几只海龟很Chill 其实这个海洋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 它不只是有室内那个水族馆可以看之外 它户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分馆 像刚刚的什么 海龟馆啊海牛馆啊 还有一些可以触摸生物馆 那我也没办法全部让你看 所以就留一点悬念让你来的时候有新发现啊 下一盏 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 我们来到位在冲绳中部的一个自然景区小步道 看看这里有一个类似大象壁子的岩石 这里叫做万座茅 那时候来到这里主要是因为骑脚踏车的环虫山的第一天 最后一个景点其实是这里 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那时候下到半时很怕 所以根本什么都看不到也看不见 这次第二次来万座嘛 虽然天气没有很美 但是我终于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了 其实这里也不太有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平原 然后远方有一个长得像橡皮的一个石头 就这样而已 绕了一圈 然后又要走回刚刚走进的那个卖店那里了 这个重新见面 算是 算是不错的 我们要回纳巴市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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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过去只要七分钟而已 你看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有一点偏那个主要的街道 而且旁边是Pachinko 所以那个霓虹灯打在我眼上 我要吃的地方其实就在正前方 我已经看到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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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罐寿司的那个餐 看的就非常非常的爽 然后我昨天不是才跟你说我买了一罐 冲绳的特产 炮肾嘛 但是炮肾有分很多种嘛 所以我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就喝了另外一款炮肾 叫做 然后刚刚我点了一盒 我昨天买的那一瓶 是270ml 所以今天的这一盒 大概折合就是它四分之一的量 吃的好爽 一边吃一边赶了 觉得我每个月可以这样子出来玩 好感恩啊 吃饱了 我就说寿司跟清酒 炮肾的搭配为什么会让人如此的愉快呢 现在又飘着一点点雨 但是我已经完全 释怀了 我不担心 这个天气变得更糟糕 因为它已经给了我非常完美的体验 我现在要往 饭店的方向 走回去 我今天冲绳外面20度的机场 OOTD就是一个黑色的帽子 里面一件白色T恤 跟我这个万年不败的 牛仔衬衫 还有 你们从我在爬 万里长城就看到那条破牛仔裤 它现在破得更大洞了 我更喜欢它了 还有这个 我挂在身上的这个手机的绳子 我觉得很方便 这次旅行 吃吃喝喝下来 其实还有一样小吃 是这几天都没有吃到的 幸好在纳巴的机场里面 还有他们的店铺 我们来到纳巴国内线机场的一楼 再来吃一吃这个人气很旺的 冲绳饭团 之前在国际通有吃过一次 那边的店铺通常不太需要排队 但是机场这里永远都是大排长龙 要等哦 刚刚那个人龙我等了30分钟 真心建议 如果在国际通有时间吃的话 真的不要留到这里来排队 我点的是有海苔 午餐肉 炸豆腐 佐味蒸酱的经典款 老实说 非常的喜欢 但是也只能匆匆的吃完 然后直奔 后集市 我只剩最后的时间把我的耳机盖上 这次的冲绳超越我想象的快乐 太快了 太快了